由欧洲粮仓支撑的乌克兰遭到俄罗斯全面入侵超过三个月 今年粮食产量恐大减50% 加上乌克兰重要粮食输出港口奥德萨遭俄军封锁中 导致全球粮食危机陷入深渊 乌克兰的小麦玉米占全球出口超过一成 俄罗斯的小麦则是包办全球两成的市占率 乌尔开战已经让黄小玉的农粮价格飙上十年新高 各国现在想要转往中南美洲进口粮食 恐怕也是会踢到铁板 已经有超过20个国家实施粮食出口禁令 限制品项还不仅是黄小玉 最新消息指出 马来西亚以供应部族为由宣布自6月1日起停止机支出口 印度也在5月14日宣布停止小麦出口的禁令 这些禁令持续推升全球粮食价格加剧通膨隐忧 南韩的通货膨胀率就达到了十多年来的高点 南韩财政部今天公布将豁免七项主要食品的进口关税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缓解进口成本压力 美国也因为物价高涨 拜登政府正在审查贸易关税政策 全球陷入粮食危机之际 经济学人以斗大的标题指出 中国从去年开始就在全球搜刮粮食 中国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20% 光是去年就囤积了超过全球一半的主要粮食 今年前四月购买粮食的经费更是较去年同期增加了21.5% 对于被指控在全球囤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粮食生产国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 没有必要去国际市场囤积粮食 产地源头烽火连天 运输物流全球打劫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市井 现在是完美风暴中的完美风暴 乌克兰奥德萨港能不能开放会是粮食危机恶化的关键 以上记得洋药入真理报道